人在宮廟卻裝成在生日派對現場 接下來畫面中年輕人還做了更離譜的動作 把架上的光明燈當成是生日蛋糕上的蠟燭吹息 這段惡搞影片PO上網路 有些網友直接說不好笑 有人問說好玩嗎 影片中的地點是南投中寮 會提供免費泡麵的石龍宮 也被人稱作是泡麵土地宮 滿滿桌的光明燈被人惡搞 廟方出面回應 民俗專家也認為吹息光明燈 不但會影響到自己 還一併會影響到點光明燈的人 就算不從民俗角度來講 在莊嚴的廟內亂開玩笑又惡搞 廟內的物品也有可能會觸法 像之前有人把生雞頭和雞腿埋在天公爐中 就被警方依刑法的侮辱談廟罪寒送 但廟方強調 念在對方是年輕人不願意追究 只希望以後不要再犯 歡迎新聞 連張春風 周大翔人都報導 哈囉 我是易景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